民主的历史 作者 许良英 王莱蒂 法律出版社 2015年 序言 吴敬莲 早在1954年 我从大学毕业 分配到中国科学经济研究所工作时 就已经听说过许良英的名字 知道她在1949年以前 曾经是浙江大学中共地下党的 一位主要领导人 浙江大学在反独裁 争民主的爱国学生运动中表现突出 1947年 余子三运动 曾经是民主爱国学生运动的号角 许良英作为哲大地下党的领导人 自然也成为一代进步青年心目中的英雄 但是待见到许良英本人 已经是1957年夏季 反右派运动风暴初起的时候 一天 中国科学院借着北京大学会议室 召开反右派大会 在同一栋楼办公的哲学研究所 经济研究所的工作人员 一起乘着大卡车到北大开会 又乘同一辆卡车返回了中关村 大家还没有从突然来临的运动风暴 惊吓中苏醒过来 在车上都沉默无声 这时我忽然发现 会上被点名批判的许良英 也在同一辆车上 她站在卡车的前头 昂首前放 迎面而来的风把她的头发吹得向后倒立 她的侧影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直到现在 仍然历历如在眼前 那天哲学所有好几位研究人员 遭到了点名批判 其中 徐茂雍 不论是在30年代与鲁迅的争论中 还是在1949年任武汉大学 党组书记期间的作为 都是饱受争议的 而昔日的革命斗士许良英 竟然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却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 在中国科学院批判会上揭露的 许良英的右派言论 似乎也只是表露出 对领导人自食其言 组织反击批评意见的不满 而并不包含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内容 事实可能正像顾准所说 1957年这些忠心为党的人被打成右派 只是一场误会 不过这场误会却促使人们 去重新思考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 对曾经服应过的革命真理进行反思 这条去壁求真的道路崎岖浅峻 许良英在这条道路上跋山涉水 整整走了17年 经过十分艰苦的思考努力 才达到豁然开朗的境界 正像许良英在自己的字述中所言 他在1949年以前 虽然从事了名为民主革命的运动 可只是向国民党政府争民主 以为只要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成立了新中国 自然就是民主了 实际上根本不懂得民主的真意 因此长期的迷失在对领袖的 盲目忠诚和迷信中 失去了客观的判断能力 即使是在1957年 被定为阶级敌人和专政对象的时候 这种忠诚和迷信也未曾动摇 直到1972年 他到韶山朝圣 五次进出领袖的故居 每一次都热泪盈眶 他说一个信仰民主和科学的人 却在愚中和迷信中迷失了三十多年 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悲剧 在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中 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这实在是一种有双重意义的历史悲剧 但是事实总是能够教育 愿意求真知的人 目睹文革期间各派人物的表演 许良英从现代的迷信中猛醒过来 重新思考中国的出路 同时也为自己过去视为当然的观念 进行了认真的反思 在深入的思考中 许良英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 科学和民主 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 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 然而甚至像自己那样 青年时代就真心实意地 为了要建立民主而奋斗的革命志士 对于什么是民主 如何建立民主 当年也没有正确的认识 所以就必须开展民主的启蒙运动 而且必须首先对自己进行启蒙 这样他从1983年开始 系统的学习西方文明发展史 认真阅读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性著作 他在研读中发现 自己在过去流行的读物中 所了解到的历史 许多是歪曲的 谬种流传误导的结果 是专制主义的野心家 能够利用伪民主的口号 欺骗大众 对当代中国的现代转型 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由此他也认识到 有必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写一本关于民主的历史和理论的著作 来与大众共享他自我启蒙 所取得的成果 现在放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 就是他与长期从事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夫人 王莱蒂合作 经过20年的努力 完成的心血结晶 本书共分两边 第一边讨论民主制度 在西方的推进历程 第二边讨论民主 在中国的传播 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 这些章节写完之后 他们本希望写完计划中的 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这两章 然后父子 但是由于许良音先生 势力高度减退 体力不支 诸事缠身 写作进度 只得慢了下来 鉴于社会对于这类读物的迫切需要 我向两位先生建议 将以成文稿 先行刊部 加会读者 那两章完成以后 再出增订版 他们接受了这个意见 但是还没有等书稿 变成书 两位先生就先后辞世 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两章 最终没能完成 为了多少弥补这一缺憾 书里增加了一篇重要的附录 走出伪民主的误区 对卢梭思想和雅各宾专政 做了专门的讨论 全书篇幅不大 但精彩分成 这里我只想就以下三个 赶出最深的问题 谈一谈自己的体会 第一 关于对雅典民主制的评价 许良英先生 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谈到过 作为现代人类文明 一个主要支柱的民主 其渊源就是古希腊的雅典民主制 但是在中国 有不少人认为 雅典民主制是奴隶主民主 是贵族政治 针对诸如此类的误解 许王两个先生在书中指出 雅典民主制虽然有缺点 但本质上体现了真正的民主 自由宽容和法治的精神 与此同时 对于众说纷纭的雅典民主制的缺陷 本书也明确地指出 要害在于没有确立人权不容侵犯的理念 以至于造成了多数暴政 扼杀新思想等问题 他醒目地标举出了 现代民主制与雅典民主制的 三个方面的区别 实际上指出了 法治化和民主化改革的要领所在 这三个方面的区别分别是 一 人权概念的确立 针对雅典民主制将多数决定原则 无条件地应用于人类生活的 各个领域的缺陷 现代民主制确认 每个公民都有不可侵犯的自由权利 并且以此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 二 公民范围的扩大 针对雅典民主制下 公民范围过于狭窄的缺陷 在现代民主制中 取消了有关出身 财产 种族 性别等方面的限制 实现了政治和法律上的人人平等 三 由只适用于小国 城邦寡民的直接民主制 发展为适用于大国 住民的间接民主制 即代议制或者议会民主制 在这三方面中 第一点也就是人权概念的确立 最为关键 它是现代民主制度 即立宪民主制 或称宪政民主制的基础 因为宪法作为国家构建的总章程 必须以每个公民都有的不可侵犯 和不可转让的自由权利 即天赋人权作为前提 只有公民的生命 财产等基本的人权 得到切实的保证时 国家权力才不会退化为专制或者暴政 以人民民主或者多数决定之名 剥夺公民财产 损害公民生命安全的行为 才能够避免 也就是说 只有宪法中关于人权的条款 得到了切实有效的实施 现代民主政治才能够建立和发展起来 在世界的现代史上 专制行为在多数决定的民意下横行 通常总是从侵犯宪法规定的 公民权利开始 第二 关于民主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 发生的以俄为师变异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 曾经是民主主义的支持者和践行者 本书指出 孙中山早年 曾经给中国带来清新的民主精神 强调革命的目的均不外 求自由平等博爱三者而已 但在孙中山发动的桃园战争 继二次革命失败以后 他的思想却发生了大倒退 他在检讨二次革命失败原因时 将它归绝为 全在不听我之号令 在1914年建立的中华革命党 转而采用服从孙中山一个人的组织原则 随后 孙中山按照以俄为师的方针 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所谓以俄为师 实以党治国为学习重点 要点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 二是国民党员垄断全国的政权 三是总理对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 有最后决定之权 四是将党放在国上 五是必将反对党完全消灭 使全国的人都化为革命党 然后使有真中华民国 本书还指出孙中山在以俄为师 将以党治国通过国民党移植到中国的同时 还修改了现代民主制的核心要件 他在解释三民主义民主民权民生中的民权时 抹杀了公民的基本权利 称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 便是充分的民权 在谈论自由的时候 不讲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 既不得受到妨碍 而说在一个团体中能够活动 来往自如便是自由 在谈论平等时 却将人分为先知先觉 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三等 并且分别用革命党人 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 对应这三类人群 经过孙中山以俄为师的修正后 民主退化为了国民党 要为民做主 政治家如此 思想家又如何呢 新文化运动 请进了赛先生和德先生 但在十月革命之后 在以俄为师的潮流下 又被启蒙者自己扼杀了 书中对孙中山代表的国民党人 通过以俄为师 由清新的民主精神 转化为以党治国的 国民党遗毒过程的清理 对我们意义重大 邓小平在1941年4月 论述禁忌鲁边区 抗认民主政权建设问题时 曾经尖锐地批评 以党治国是国民党的遗毒 他指出 某些同志以党治国的观念 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 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体现 也是麻痹党 腐化党 破坏党 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 我们反对国民党 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 我们尤其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 传播到我们党内来 邓小平晚年亲自审定的三卷本 邓小平文选时 把这篇讲话收录为第一卷 卷首的第二篇 他在1980年的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 继818讲话中 把在加强党的 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 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 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书记 看作导致国家生活中 许多不正常现象的重要原因 由此也可以看到 这种流毒的当代影响 如今苏联作为一个国家 已经不复存在 但是苏俄时代形成的 许多的论说 仍然阻挡着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 进一步的清理和总结 现代史上 这段以俄为师的经验教训 仍然是中国改革面临的重要课题 第三 作为全书附录的 走出伪民主误区一文 针对的是在中国民主运动史上 另一个流行的误解 即对卢梭思想的无条件的推崇 和对杀人如麻的 雅各宾专政的顶礼膜拜 由于在引进民主思想时 不适当地突出了卢梭的理论 中国不少人将卢梭看作是 近代民主启蒙思想的主要代表 把卢梭思想影响下的雅各宾专政 看作是近代民主革命的标志 例如革命军中马前卒 周荣在他1903年所著的革命军中 一方面畅言 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 皆属天赋之权利 另一方面又称颂 卢梭诸大哲之威严大义 为其死回生之灵药 返魂环破之宝芳 金丹换骨刀归奏效 法美文明之胚胎 皆基于此 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 岂不欲识灵药投宝芳而生乎 苟其欲之则悟 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藩 以招展于我神州土 针对这种流行的误解 走出伪民主误区尖锐地指出 卢梭的理论本质是专制理论 卢梭认为可以以公益 或者集体主权者的名义 任意剥夺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主张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成为现实 产生了以杀戮为常识的雅各宾专政 这种理论在20世纪 演化为把专制推向极致的极权主义 给人类带来严重的政治灾难 民主的历史译书中的这些论述 澄清了将雅各宾专政 推崇为民主主义和民主制度的谬误 这一谬误的流传 使得许多真心向往民主制度的人士 对专制主义丧失了免疫力 甚至实际上走向了支持专制主义的歧路 基于同样的误解 作为社会主人的人民 也很容易满足于 似是而非的虚幻的民主概念 实际上沦为少数的 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的专政的牺牲品 这篇附录与学界以前的一些文献 可以相互印证 比如顾准经历了多次劫难后 在20世纪70年代 就清楚地意识到了 设定了某种终极目的的理想主义 其实就是卢梭公益概念的一种具体化 这很容易由于其领袖人物 自认为可以使用一切手段 包括专制和杀戮来实现这一终极目的 而蜕变为专制主义 在认识到这一点后 他决然地表示 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 然而当今天人们以烈士的名义 把革命的理想主义 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 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 多元主义的立场 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在顾准之后 还有一些学者对卢梭的理论的演变 以及雅各宾激进的人民民主和直接民主 何以必然地演变为多数人的暴虐和领袖专制 做过深入的分析 例如王源化先生费了七年之力写成的 《卢梭社会契约论》三篇 明确指出 卢梭让人民无条件地服从公义 公义扼杀了个性 阻碍了私议 将实现公义的权利交给一个 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 这种人物就像神明一样掌握着公义 更已掌握了人类命运的牧人自命 所以卢梭所谓的民主社会 实际上是一种极权制度 此外 像朱学勤教授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也可以与许良英夫妇的研究相互印证 民主的历史一书篇幅不大 却是许良英 王莱蒂 在艰难之中怀抱着赤子之心 亲情工作二十年的结晶 也是作者奉献给世界的最后一份珍贵的礼物 全书没有涉及他们的人生经历 但是这部将中国问题 置于世界制度史事业下 加以分析的著作中 实际上包含了他们的独立精神和自由的思想 也包含了他们对青春时代 投身民主爱国运动以来 人生道路的深刻的总结和反思 如果从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算起 漫长的中国改革的延续时间 已经超过了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所用的时间 但中国依然面临着从威权发展 走向民主发展 从个人魅力型统治走向法理型治理 艰难的未尽任务 新文化运动请进来的德先生和赛先生 远远未在中国扎根生长 但也正因为这样 民主的历史艺术所做的正本清源工作 仍然切重实弊 对总结中国现代历史的经验教训来说 仍然是重要的理论资源 对中国改革的远大虔诚来说 仍然正当其始 读者诸君切勿等闲逝制 吴靖连2015年1月18日